可以选择的地方多 在中国应该是马来西亚 你还可以去学校国家 那为什么要选择新加坡呢 那可能你在新加坡街头 看到的更多是年轻人 拿着电脑在工作 生活上面工作上面 都给了我很大压力 欢迎大家来 哈喽 叫好翘 哪个好哪个翘 是一个赤加一个耳刀 然后单力人加一个小翘力的翘 因为这个姓 其实在这边还比较少见 在中国的北京 那边就会比较常见一点 因为那边有一个好家村 就是其实背景蛮不一样的 因为你是在马来西亚上了六年学 去了中国上参加了高考 在中国上的大学 现在呢新加坡工作 这六年在马来西亚 又去回中国上了大学 可以选择的地方很多 你在中国应该是马来西亚 你还可以去学校国家 那为什么要选择新加坡呢 我觉得有两部分原因吧 第一部分是因为 我妈妈她生活在马来西亚 然后我是想看看 如果她这么喜欢这个国家 我可不可以尝试来这边 在这里发展 然后在这里陪她定居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年轻人可能趁着年轻的时候 要多出来闯荡一下 看看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的风俗啊 或者就业环境啊 或者说生活状态 然后有更多的选择 那你觉得创业 马来西亚新加坡 哪个会比较适合年轻人呢 创业的方向不一样 地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新加坡它可能是更适合一些 科技类的投资 马来西亚可能是更适合一些 人工生产类的投资 然后国家的工厂成本 然后运营成本 还有人工成本 还有国家的政策 我觉得都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一个朋友 老板手下的家属 万能打工人 关于新加坡之后 觉得新加坡的职场 跟中国的职场 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对 这边的行业呢 因为是我做的是餐饮业嘛 所以可能大家的 对于汇报会比较侧重一些 什么最新的进度啊 做有什么进展啊 要及时给老板知道 这样子汇报性 我在中国的工作呢 它可能是更加倾向于自我创作 之前是写广告的嘛 写文案策划脚本的 所以可能老板更多 不会去过问你在干什么 比较到时间了 然后工作的内容交上去就 反而中国的老板的 让你发挥的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是两边的老板发挥的空间 都比较大耶 我觉得都是源自于信任嘛 给老板的反馈 让他觉得可以信赖 让我可以自由发挥 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只是他可能 自由的空间的方向不一样 在新加坡工作这么长时间 你会想要回马来西亚去工作 或者是回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工作暂时是没有这个想法 坐在那边定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我还在持续的考量 对 因为可以选择的地方 其实还蛮多的 对 其实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跟老一代人的想法 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以前那一代的 宝贝的想法可能是 我生在这里 我就要老 就是趋势在这里 就是落叶归根的想法吧 现在年轻人可能是 如果世界这么大 我哪都想去看看的想法 为什么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适合 比如说退休啊 整个城市还有国家的节奏 都比较缓和一些 比较轻松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路边 很悠闲地去喝茶 或者说是聊一些很轻松的事情 那可能你在新加坡街头看到的更多是年轻人拿着电脑在工作 或者是在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来了新加坡之后呢 有没有遇到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毕竟这是一个新的环境嘛 我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北京的空气是非常干燥的 我在北京是需要开加湿器的 不需要开加湿器 除加湿器 对 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其实在北方不需要任何做防潮处理 自然就很干燥 而且你放在那里一包薯片 你打开放在那里一天一夜 第二天吃还是很脆 这边的一袋薯片你放在这里 可能隔半个小时你再吃 它已经有点 这边之后天气啊什么的 有对你有一些影响吗 对于华人来说 大家都有听过一句俗语就是 水土不服 地方之后可能是 戏中也不太一样 去换一个国家 或者说换一个地区生活的 前一段时间肯定会生病 那段时间我也是身体比较多病 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一点适应了 就是刚来之后 可能水土不服 对对 会上火发热气啊 这么年轻就又出来 就是那么小 去了马亚西亚 到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一个城市生活 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 或一些挑战的东西 这是有耶 因为在行业的 我其实在中国做的行业 跟现在的行业 有点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面临转业的时候 自己也会有一些犹豫 会在思考 会不会当下的决定是错误的 或者说如果不去做这个决定 不去做改变的话 那以后会不会又后悔 后来我发现 其实无论你当下是什么决定 可能到年老的时候 如果回想起的时候 都会去想走另外一条路 会不会不一样 与其未来都是会犹豫 不如现在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想法或者说我个人的方针 就是做就好了 不要犹豫去做就好了 对 生活上面还有工作上面 都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是有些超出 年龄上的那种压力了 怎么讲 因为可能平常的家庭 它在你三四十岁的时候 父母才会面临生老病死的这种打击 但是可能我当时才二十六岁 我就提前的去面临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有不小的震撼和打击吧 当时会有非常觉得难以平衡的时候 会没办法消化这些负面情绪 但是我会通过不断的去寻找一些 可以让我平复心情的方法 比如说看书听音乐 或者是看一些正面能量的这种电影 去鼓励自己 当时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书和电影 让你很喜欢的一本书是 人生的智慧 对 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本书里面 它到了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 是说 所有人的痛苦都是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 就是说其实痛苦是五十五刻都在发生的 而且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当下你觉得痛苦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也许都在经历着痛苦 但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说你遇到的痛苦是必然的 但是你怎么去解决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要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去对抗这些压力 这些痛苦我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会比较就是把自己的眼光看在这个结果 而并不是中间的经历吗 其实也是要分事情 有些事情我会比较看重过程 比如说体验一件事情 可能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会老 每个人都会死对吗 重要的是我们人生的过程的 你经历过什么看过哪些风景 但是可能工作上面或者说解决困难方面 我可能是更倾向于结果 就是我知道这个困难 或者说这个工作上面的任何的压力 最终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式 类似于中国的一个股市 回首向来消色处 也无风雨也无情 就是这句话 很像我说 当下可能站在一个环境非常糟糕的处境里面 但是这些都会成为过去式 等你回过头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片曾经有乌云有雾霾 或者说有任何让你觉得压力的事情 都会变成过去式 都会变成晴天 都会放晴 那你有没有反方想 就是说好的事情也不会永远的 坏的事情也不会永远的 好的事情也会有 坏的事情也会有 大家要学会俘获相依这样子 大家要学会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 在开心的时候也不必太过开心 要把自己的这份开心记在心里面 压力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开心拿出来去回味一下 告诉自己 鼓励自己一下 好事也不是一直有 坏事也不是一直有 都会好起来的 都会趋向于平和 两年前你的爸爸去世了 那他的离开这个世界 对你对这个生命和世界观 有没有一些变化 其实是有的 尤其是你在面对一些至亲的人去世的时候 你会突然间对子王或者说对生命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和看法 现在去谈可能会有一点 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 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共鸣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跟大家谈的 不便的真理就是一定要注意健康 对 要注意健康 对要注意健康 需要的话可以来找Dr. Jenny来庆祝 对注意健康 健康的 对也可以来吃我们的食物 也没健康食物 对是低糖低脂的 可能我现在讲这些有点过于的 没有关系可以分享 我觉得因为 过于的忧虑 但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挣钱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那么提高生活质量可以是为了让你更加的长寿也好 更加的强壮也好 这些其实最终的指向的都是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诉求 就是无论你做什么 从事哪个行业是为了 会发现最终一个结果 就是为了跟家人幸福健康的活着 就算你挣了再多的钱 但是你没有健康的话 其实就真的是一文不值 没有错 对因为你所有的钱你在健康 你在就是你去医院你是花钱换不来健康的 不要说一边住住健康 然后一边又喝着可乐熬夜 其实你看你做跟艾文做了这么长时间做餐饮也了 那你觉得就是饮食上面怎么样可以比较健康一点呢 如果可以给一个或两个攻略 就是大家每天都可以用的话 跟我们公司食物也有关系 然后跟我一些个人的想法也有关系啦 大家记得早餐一定要吃 早餐不可以因为工作太忙或者是起碗 然后就不吃这样子 其实空腹对人体的伤害还是蛮大的 所以如果大家没时间的话 可以建议大家准备一点小饼干 或者是一些便利式的面包这种放在包里面 或者是坚果类的食物 这些高蛋白啊 然后低糖低优质的这些东西 早餐的时候拿出来吃一下 然后中午的话呢 可以推荐大家吃一些也是高蛋白 然后优质脂肪 以及配合一些碳水和纤维的食物一起去吃这样子 所以点我们的补费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建议你拿一些鸡肉 或者说是虾肉 去壳的虾球这样子去搭配 然后当然也要有素菜 对一些素菜纤维这样子 或者是再来一道豆腐 就是油脂的蛋白质和脂肪 这样子去搭配着吃饭会对身体更加好一点 那你觉得现在你的一些客人 他们会比较注重这些吗 就是不要太多炸的东西啊 其实有一半的客人 他还是没有那么太注重的 对有一半的客人 他会比较要求推荐一些低糖啊 低油低脂的东西 但是有一半的客户 他还是以胃口 味道 对味道追求味道为 为主 就是会推荐 让我们推荐一下 你们这里的招牌菜是什么啊 或者是有哪些很好吃的 这个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说 建成的扣肉包 真的很不错 其实我觉得好吃的东西 把它做得很健康 比较难 中国的传统的烹饪 中式的 现在吃到的这些南洋风味的 新加坡风味的美食 它其实是有跟中华的美食 进行一些改良 再结合 然后产生了现在的 我们的这菜色 对于健康的角度来说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 没有轻食啊 就是 那么健康 其实油炸 这种东西就比较 你看但是 中餐里面很少有 其实油炸才会更好 对对对 有红烧肉啊 那个 卡路里多高啊 对对对 对你会发现 好吃的食物 它热量总是很高 都是很高 然后可能它的料 还要重一点 我的建议呢是 想吃的话就吃吧 对但是 切记不可吃太多 不要贪嘴 想吃的话就来试一下 然后吃完了之后呢 要注意多喝一些水来消化 促进消化 这样子 对对 吃的好吃的 要记得去健身 记得去跑步 对对 三高是非常现实的一种东西 对对 我们现在挣钱的目的 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刘州谢谢你的时间 如果大家想要 更想知道 我们的朋友奥文 建成厨业 这份他们有 给大家提供 比如说是 15个人和三神的 mini buffet 是的 对 如果大家 比如说是叫 郭生日啊 或者是亲朋好友 聚集的 比较下厨做饭啊 也可以联系 周周 没错 可以联系 也把它做得美美的 谢谢你的时间 周周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的时间 观众朋友 也谢谢你的时间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给我们 一键三连 谢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